大家好,我是队长VL 身处在夏花山,看着背后的大墓山 今天玩些什么呢? 今天要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我将会尝试去做一个由我一手去策划的活动 这个活动名叫做大墓山 环绕大墓山周围12个山峰上的挑战 而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呢? 拍片不过两年多,令我体会到 很多事情你事前没有估计过 只要你肯去尝试都会有机会发生 得着的体会是 你不试过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你试过都未必一定行 但是才会有机会成功 而去搞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 或者不是属于自己的 就是去构思的活动 因为一些想法曾经闪过一刻 藉着这两年一些的机遇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去试一试 而大墓山这个地方 我觉得除了是狮子山之外 也挺象征着香港的山 而也在周围的景色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搞一个活动的话 我选的地方第一个起步 我应该是选大墓山 而这个活动也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希望结合了我 除了一些跑山上面的技能之外 希望都可以滲入到一些山野上面的元素 不只是跑 不只是跟着一条尸带 跟着一条check point GPS去跑这么简单 希望加入一些自己的创造性 在这里 你对山境上的认识 所以这个大墓打招的活动 除了12个山峰的指定度的打卡位置之外 严格上是没有一条特定的路线的 当然当然有些规则 一些很危险的攀排路径 我是会DQ你的 因为我今次是有权DQ大家的 希望安全的情况之下 选一条你熟悉的路 去完成一个 你可能曾经做过很多次 但是再去挑战自己 好些时间 多些技术性的办法 又或者是你从来没试过的情况之下 去完成一次在大墓山香港最高的山峰 周围附近12座山 打个车 始终的山顶位置 刚才的石头位上面大风一点 我怕大家听不到 先坐低一点的位置 说回这两年多里 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 所以推使我去做这个尝试 其实这两年多里 令我最开心的地方 不过最开心 其中一个元素 就是在山上遇到一些朋友 他跟我说他很开心 因为减肥成功 因为我看了一些视频 听了一些鼓励说话 接着去做运动减肥 又或者一些朋友 穿着跑梯 告诉我 因为我受到我的... 我倒入坑 接着就去玩比赛很开心 有时明知有些位置 会见到我的时间 穿着比赛来玩个影响 那个感觉是很开心 是真的开心的 就是你令到一些人去做一些 我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件乐事来的 我希望透过这次活动之后 有机会在打后的日子 有些朋友穿着我这个活动的衣服 就跟我说 我除了被你倒入坑之外 我还在里面找到更大的乐趣 或者做一些自己未做过的挑战 无论是距离还是时间 我希望可以令到多些人受到感染 这个也是我的活动其中之一 当然有些人会说 12个大墓山山峰 很瘋 我想试但我未必能试得到 那怎样呢 这个活动我预计了三个不同的玩法 第一个就是 我叫大墓一打 是环绕大墓山附近的12个山峰上顶 第二个玩法是 大墓半半 半半的意思就是 半次加半次 半达加半达 给你分两天玩 在港安医院出发 去到连者度一次 在连者度再完成 如下一次一次 半达加半达 而第三个玩法呢 就是半达 那... 好像很简单 也都好像 喂!不是喔! 六个都未必能够处得到 数并不是这样计 不是说 我走12个 那六个都有一半难度 不是的 其实这十二三峰里面 当然有点难有点容易 而... 半达基本上 我是在半山上面开始 刚才我们起步点 海拔是五十几 我们上到连者度 应该是... 接近五百的 然后后半达 才在山上上下落 上上下落 但没有半达 基本上是入门 级数点的 我们起步点 在连者度 虽然距离好像一半 山头数量都是一半 但基本上 整体的难度 都是容易了 那希望 目的是可以吸引到 不同的朋友 都有能力 去做一个自我的挑战 那当然 活动里面的一些 纪念品 令大家开心 也很紧要的 我都希望透过我自己 对山野上面的一些 想要的东西的要求 去挑选一些 souvenir 和一些过往拍片里面 一些我合作过 或者推介过的 product 我觉得值得再去 share给大家的时候 有贝赛在一个比赛里面 又或者一些特别的折扣里面 去再share给大家 怎样办法 起步点是怎样 聊一会儿 我们落回去 这个港安院门口 正式开始我们的活动 但没得打 好了 起步的位置 是熟口熟悉的全景 为港湾对面的 完全古道入口位置 怎样来这个位置 简单都未熟 前面有巴士站 39号M或者39号A 都到这个位置 39号M就是全湾站 39号A就是全湾西站 港湾院下车 下车之后 在这个位置正式出发 当然 起步的时间 记得启动你的YASMI保险 这个活动 YASMI保险有sponsor 他送了五呈的保障 给我们 玩这个活动 无论你是一次过 还是分两次 都够你洗 有得 包起初年都可以 出发 一开始的时候 都介绍过 这个活动 挑战12个大帽山的山峰 附近的山峰 从广岸区出发 看似好难 但其实大帽山山的山峰 它的特色是 最高级是900多开 advised 但其实很多在700多 到900多间 上上路到上上… 上上来… 实际看运是不少没人的 当然 难不难 就算是否胆再去嘗試 只是想 Admita 就无法困难 做不到 是不是 而这个活动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 只有既定的目的地打卡碟 就是说你可以用你对山野上的知识 选一条你觉得最发挥得到的路 而由这里上去鹤鹤山 我们第一个山 其实最近距离大概1K左右 好几条片我都是沿着山径上去的 而今次我会在29公里 我会尝试用一条最简单最大路的路 去完成这29公里左右的12个山峰 而所以我们第一个山峰简单的描述 就是在广安医院出发上500多米距离的楼梯级 去到引水道滑过引水道之后 接上完全古道的山径 这条斜路开机去吹一下水 我经常说难不难就真的因人而异 这条斜路很斜 但对我们走惯了来说 除了斜路之外走得更累 没什么特别 但对于一些没有走开山的朋友来说 原来是很吃力的 尤其是一开始不够热身的情况之下 所以玩比赛也好或者行山也好 我跟山海班同学就是这样说的 有时间的打好底组好身体先 上到山才享受得到 玩比赛的时候才体验得到 分岔路啊 不是重要的分岔路 切在一起的 大部分时间拍片我都走右手边上的 山径来的 今次走完条 可能是比较容易的路 石屎路直去 给大家多个参考 好分岔路 重要的不要直去 直去是入村的位置 这里有个完全古道的牌 我们沿着这边转上去 右手边 右转十几二十米距离 看到山径的出口位置 如果我们刚才直去的就是这里 刚才说了 这个活动是无限特定路线的 你走两边都可以 你觉得跑山径快点就去 石屎路是你专长不选石屎路 在我们刚才的路口位置 转左 或者你沿着山径上来 然后就直上 走前不久 你会看到一个上卡巴山的山径 现在已经进入宝了 不过今次我们进入了一个照片 而在这段路底的左边 左边 有一间村屋 我常常都描述说 这里有狗 不过近来真的少见了 因为这里我常常走的 少了 OK 但是加强一点注意度 不要被人吓死了 过了一间村屋 前一点有个凉亭 虽然说有狗 但是全部 我来到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 纯粹是怕一个没有围神的时间 都要逛一逛 走前一点 看到左边有良景出现 看看 OK 这里位置 省线十步八步 这个路口位置 是上下巴山最快最直接的 但是是山景路来的 我很多条片都拍过的了 而里面也被人开了 不过不记得很多路下 看似好像很迷 但是其实你只要沿着 看着山顶的奇缸 或者石上 基本上 都不是会令到你迷失结界的 OK 不过 就多一些沙石路 如果你不是很强顾处理那些 就应该选我前面的路 如果你说我本身跑开 其实就一定是选那边的 OK 就是你处理得到的 是快很多的 你说不是啊 路跑王来的 山内强顾 沿着这里去 穿过梁亭之后 一直走 其实在刚才我们走的方向 已经横过了这个下巴山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要走回头 也换句话说 如果刚才我们在那间村屋 側梁亭上 是最直接最快的 那就是那句 看你处理哪方面的山径路段 石屎路段 是你的强项 你便选对你发达的路段 这一段的山径 相对于刚才那边上 是好多的 看一看 下巴山之鱼 还有后面的大帽山 好了 差不多到顶 隐约见到旗杆之鱼 左边又看一看大帽山 山顶上有人 今天好天 好适合享受 好了 下巴山的山顶 我们完成大帽 一单的第一个挑战 315海拔的下巴山 整个活动 最重要是注重安全 我们不建议大家 走上上面打卡 当然你上去 我不会DQ 但在这里已经OK的了 在这里打上卡 好了 拍完上大卡之后 如果你是刚才跟我这个方向 就沿路走 如果你是从山径上来 应该在刚刚这个方向 直转上来 都是沿路走 因为石龙滚在我们前方 向后面 错了 虽然大帽山在后面 我们要顺序 这12山峰是要顺序的 OK 下一站 石龙滚 好了 幻过刚刚那个十字路口 即是梁亭队出那个位置 我们远着前行的方向 即是出梁亭队之后直去 大概1.2公里 就是这个石龙滚的山顶 OK 有几个方法上去 先描述这条上上浪的路 因为很多时候都忽略了 我经常觉得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直队上去的 但其实每次都是错 当中都做了很多喜喜 起步步 而我建议路线 即是在那个活动的网页里面 建议路线 就是在中途 我就已经进了山径 那 走山径 当然好走一点 但这条短片 我就会分享一些 最基本的路 我就会去到梁亭的位置 在梁亭L形 这样游转上去 各取所需 这些都是那些 好了 一直走会看到 静静悉悉 完全古道的起步点 通常看到地图 有这个的告示牌 就是一条交流禁的起步点 走前一点 就有路 可以上这个的石龙滚 这里已经是有路 可以上的 十到八步 有了 好了 一直上斜 由这个石屎路 扁石砖路 做一个没有告示的告示柱 如果你注入山径 前一点就有一个位置 可以注入山径 其实小小的山径 就是当你看到 右手的路 没有标示的标示柱 之后有一条很漂亮的斜路上 右手边有个小山坡 在旁边 有一条路 OK 仍然有个思泥 这个主要的山径 不太难走的 OK 接着就会沿着山上去 这个是龙滚 凡事有好有不好 走上山径 喜欢走山的朋友 就会开心点 而那个攀升的复材 也会坦薄了 慢慢慢慢上 而走下面 基本上如果你不喜欢 处理这些黄土泥路 的话 就会容易走一些 可以跑去多些 但去到凌亭 就要L字上去 其实一直上 右手边有很多小径 通过去石龙滚的山顶 因为石龙滚山顶 就是这个方向 都是那句 最重要是走不走到的 都是那句 地图上面没有显示的路 就不等于不走得到 或者是很老一条 没有人标示 刚才所说的 活动是要走安全的路线 都是基本上 不要走沿岸超壁 即是如果你走到这些山径 而是安全 而只不过地图上面没有显示 那我又不会DQ大家 最重要是安全 不要只是爬一些沿岸超壁 那这些是不OK的 好了 看到凌亭 很简单 看到凌亭之后 一个转角 右手边 直上去石龙滚 当然 这边有很多山径 可以上去的 都是那句 用最简单的方法 转右上石龙滚 基本上都不算太崎嶇 除了去到山顶 那一段仔 浮沙水石之外 都不太难 讲讲这12个山 大没一打 哪12个 OK 看看我记不记得 要顺序 记得是顺序玩的 第一个是夏花山 第二个是石龙滚 第三个是莲花山 第四个是鳄鱼潮天 第五个是鹿牛嶺 第六个是花山头 前面的半达是这样的 后面的半达西顶是什么呢 后半达呢 先上和唐江 跟着就打环过去苗高腿 再去和阳山 然后就游这个燕岩顶 四方山 再上大墓山的山顶 跟着直飞奔下去 连者道 饮馆气水 OK 先上去 大概29公里 就是这样的玩法 而大墓半达 即是分两天玩的 基本上就是中间斩箭 下半达就和唐江开始 上半达就去到连者 即是去完花山头 就去连者收工 那就为之半达 那如果半达又怎么样呢 半达就不只是玩前半达的 OK 半达其实是容易很多 就在中途的一些山上开始 不过 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呢 因为来到这个石龙拱的浮沙水石路段 处理不惯的朋友 就会觉得难的 但是都是那句 小心点慢慢走 专注点 难理不了的 OK 好了 为了让大家加深一点对路况的了解 弄一个这个 低头角度给大家看看 OK 防山水石路段是这样的 你一看下去 又不觉得有什么东西 对吧 OK 小心点假路 你不要选一些沙石路 就是选一些平滑的 有草头的 好像这些这样 问题不太大的 不习惯走这些路的 重心微微坐低一点点 真的不小心 在那些沙石路上滑 觉得滑下去的时间 第一时间将自己压低 还有千万不要沾叫 叫是帮不了的 OK 微微坐低的人 按下自己 找东西扶手 问题不太大 真的不应该会跌死人 OK 上到顶了 来到我们一单里面的 第二件西饼 474米 石龙拱 后面又是大武餐 来到这个位置 当然要打卡 由于我们没有特定路线 所以打卡 确定你渡过是很重要的 OK 不过我不主张大家 爬上去的 在这些位置 拍到标高柱 证明你渡过就可以了 如果你遇到这个 蓝天白云 后面有大武山 那当然要找它 做背景吧 对不对 好了 打完卡之后 风和日历的日子 非常之漂亮 天色 有两个方法可以去下一个山头 我们的莲花山 一下就沿路下去 沿着那些石春路 向前走到莲花山方向的位置 再右转 OK 而另一个方法就是现在我走这个方法 因为不停的路 刚才直到就OK 所以这条片我选择 就沿着后山这条山径 下去 下去的方向 一下去就是这个 莲花山方向的后边 这条路段我好喜欢 其实我很多条片都出现过 因为我觉得这条很好的路 而且有些情意结 因为那时候我粗续 Portland 粗短线 choses RC 温10號 上來上來上去上去上來上 快要快上去 負沖負沖負沖上去 所以是有溫一點情意 cybersecurity 跟大家分享 극 conjun 上次我會跟大陸同學 一起遊行 依然在那邊都沿著單 Amer 影像很平凡的路 但有時很 усп 所以 分享給大家 這裡我覺得不錯 路況是這樣的 也有一點物 檔案 если 無法承擔 你就二權 一下就穿了一邊長褲 一下就是走完路下去 石龍拱的兩景 接著過去蓮花山方校的方向 我們說這麼快 由石龍拱來到蓮花山方校 距離400多米走遠 可想言之 由這裡走下來是快多少呢?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處理到的 走這邊就很遠出面了 不會繞遠了 出來當然看到蓮花山方校的樓梯級 我們要走的山徑是轉右手邊 但既然沒有特定路線 按MOTI給大家選擇的時間 不離得這個位置 我可以走出一點點 如果我剛才走這個石板路 我叫他做 走過來的話 接回來的路口是怎樣 讓大家拍一拍 接回來的路口是這樣的 有一個T的路牌 先拍給大家看看 這裡會看到C6104 一個T字位 剛才如果我們直去 在這裡就走到這個位置 就不可以再直去 左直去就是元朗方向來的 雖然有很遠距離 我們會在這裡 上來這個位置 轉右手邊 還是說一句 剛才那裡 大概是300多米距離 400米 算夠 如果剛才到石龍拱 再遠遠過來 我猜到有1K過外的 如果要計算一般的時間 都可能差了3個字 如果要做成績 就不應該這樣繞回頭 上回樓下的位置 而除此之外 其實石龍拱 剛才我們對頭方向 如果落的話 浮沙水石路 不處理開都會覺得難的 相信我 與其是這樣 遠以後這條山徑 落到這個方向的位置 應該是在兩者之間的平衡之中 是一條好路 好了 我們當在石龍拱下來了 就轉右手邊 就是說平衡一點的山徑 但是在山上也會上上下下 這段大概500-600米距離的山徑 除了黃土良路 還有斜石樓梯級 之後就會接回馬路邊 好了 500-600米距離 接回馬路 剛才所說的馬路 當然不是車來車 那些 一條林徑 有需要的時候 有車到的地方 接回馬路之後 去到下一個打卡位 第三個山 蓮花山 1.4公里 基本上全部都是石屍路段 除了上山一段小的山徑之外 做時間的 不斷上斜的時間 看到前面 好像有個彎轉 打算快會落的時間 蓮花山的路口 就在我們的左邊 都挺容易認的 一條斜路 有一些石級 還有一個水渠位 沿著這裏上去 好像一百米距離都不夠 打一張卡就落回來 記住要上啊 不上是不收貨的 OK 上來的無奈 就會看到左手邊 有一個舊的建築物 唯有一個綠色的屍望 不要理我們 右手邊上有一個 中殿的建築物 再直上去就是了 上這個山上有一個掘頭路 或者是上而下回來 但是這條路是很闊很開陽的 想到一會有一個山 即是我比較擔心一點的路段 還未出現 走著頭路先 這條爛路是怎樣的 稍後再說 差不多上到頂的一段 斜斜的草坯 這裡看出去 蒙演外面的景色 而下花山的特色 就是這個景色要看 所以我頂是罩著的 看不到的 剛才的草坯來計 走到十步八步而已 來到了 蓮花山 來到這個蓮花山 是時候休息一休息 我頂完成了四分之一 沒錯 我們數了三個山頭 按山頭來計 是四分之一 按距離就應該還未夠 休息一下水 這個活動的名稱 我叫做Dar Challenge 其實整體的名稱 Live Fever Dar Challenge 在大帽山 在大帽山上舉行 Live Fever 是什麼呢 搞活動都總要有個名字 其實這一個 就是我們一群朋友的 一個隊伍 一隊人的名字 而之所以我會叫做隊長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因為一個隊伍而組成 Live Fever 大概在2011年 我們玩偽行者的時間 那年是我第二年玩 之前都提過類似的故事 第二年想認真些玩的時間 認真些改一個隊名 我就構思了這個名字 Nive Fever 意思是 很熱血的感覺 要令生命有些燃燒的感覺 還有一個中文名字 因為中文名字很小 我們叫熱鬥生命 一用就用了十幾年 因為那年的藝衡 做了隊長之後 就被人叫叫 一直都叫隊長 叫到現在 成夢大家給面 OK 自此之後 我們每年去玩比賽 無論出外玩比賽 總之有些表格 要我們填隊名字 我們都自動自覺 就Denine Fever 久而久之 就十幾年時間 直到今次想搞活動的時間 都想有一個名稱 去籌組這個活動 到最後我就決定用回這個名字 其實最主要是想取其回來的意思 是令到一個人的命 能夠有些燃燒的感覺 活得有些意義 所以就是Live Fever OK 就用了這個名字去籌組這個活動 而一個活動要成功 一定要多人參與 無論是各方面的朋友 參賽者 贊助單位 或者幫忙的義工 要各方面配合得 才可以搞成功的活動 而自己搞這個活動 希望各方面都可以有一些成果出來 喜歡玩活動的朋友 可以玩得開心 又有一個刺激好玩的路線 又有一些豐富的souvenir 而贊助商 也可以在這個活動裡 將他們好的產品 分享給他們想分享的受眾 這是我想得到的效果 一個活動要贊助商 我們這次活動也有一個灌名贊助 就是我現在做這件這麼棒的 TeamT 這件 TeamT的製造商叫Holy 是有名的 是源自於法國 其實當我要求這個活動的時候 當然要找朋友幫忙 出外教朋友 可以合作一下 尤其是拍片以來 有些贊助商 都關係良好 都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 而Poly這個牌子 就是剛剛在我準備搞活動 之前沒有久 就接觸到這個牌子 我做事很有趣 通常都不會給我 我就馬上說 多好多好 我都試了幾次 其實大家隱隱若若 應該會在影片裡 看到我出現過這套 TeamT 最前一次應該是雷尼 大家都好像覺得挺漂亮 其實它是在法國做的 這次的活動 其實我們會找到它幫忙 用這個活動的名稱 來做了一個標準的 TeamT 這樣說 就給大家加購的 那設計 到這一刻我還未出 還未收到 但我都非常之期待 我看過它那本Niflet 不是Niflet 那本Catalog 應該是很多衣服 很棒 很多高手 我原本想是選三幾件就算了 但我選了很多件 我希望到最後 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那我自己覺得質地不錯 以及設計 因為設計是我們給了一個概念 他們那邊做的 那應該是一件 會幾好效果的衣服 我都很期待當中 那 與此同事 我自己要試一個OK 才可以去穿 我現在穿這件很特別 不是廣告 不過我覺得大家適合玩 分享一下 這件是一件專門為越野跑的衣服 其實它做很多不同的運動 Catalog有田徑、短跑、單車 什麼東西都有 那這件是專門為越野跑 看到沒有它有墊肩 Catalog拿上手的時候有些怪怪的 我想起是誰 趙薇 然後我問為什麼這麼有趣 原來是為了 玩長途的時間 背包 其實它不是很厚 當然啦 你始終都多了一股東西 但如果你背包 是重的 玩一些長途的 這塊東西就幫到你 它不是在這個位置 是剛剛在這個膊頭的位置 很特別 我自己就孤立的 第一次見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與此同時 兩邊有一個側袋 這些側袋 有時放下眼鏡 或者有時放下口罩 放下 gel 這些是很有用的袋 還有我自己喜歡 T&T是開前空設計 不是T&T是越野跑 太瘦了 不要被人看到 即是當你自己很熱 想散一下熱的時候 輕輕拉低一點 就可以散一下溫 這是挺好的設計 這是我在這麼多件中 挑選中 我選了這件 是做Live Fever的設計 而另一個 就是這條褲 這條褲我又很喜歡 非常搶劲 它的設計 最好的地方是 前面有兩個腰袋 看到嗎 有兩個腰袋 可以放下 gel 放下電話 後面有兩個腰袋 還有中間有一個拉鏈 有一個拉鏈袋 有五個袋 當然啦 跑山做比賽 不是叫做很多東西 但你輕巧的東西都要有 放個口罩 放個銀包 不是 身份證 沒有銀包 又放個電話 都需要 這些應該剛剛好 你玩好短途 粗越跑 不用帶啤酒的時候 都應付得到東西 這就是我在家構產品裡 挑選了其中一樣東西 我不坐在那裡逐樣數 廣告雜資 但是我覺得 去到某些時候 分享一下 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一些我過往用過 覺得OK的東西 而在這個活動裡 再招一些生產商 代理商 給一些折扣 希望大家可以 參與報名的時間 可以賣得比市面便宜少少 OK 休息一會兒之後 又說一會兒 Live Viva 為什麼有這個名字的故事之後 我們離開這個蓮花山 去下一站 下一站 就是一個 相對來的12個山裡面 冷滿些小的 鱷魚潮天 幾步路就穿出 剛才我所說的草坯位置 沿著草坯斜斜地再下去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你在蓮花山也會迷路 會被人笑的 OK 好了 一聲又回到石屎路邊 由這裡去到鱷魚潮天的山頂 那裡的風火尿望堂的位置 大概是1K的距離島 其實是不是很近呢 1K一個山 1K一個山 不是相中那麼難的 只要你肯試的話 我們一直沿著石屎路 來到這個位置 這段大濫林路 煉花山段 走完了 折扣出這條T字路口 這一段 就是麥理浩徑 九段 直接去的連者方向 就轉右手邊 我們要去的是鱷魚潮天 所以我們在左手邊 走一點點 然後就屈上山 左轉麥理浩徑 不久呢 再來 左轉麥理浩徑 左轉麥理浩徑 那裡就是鱷魚潮天的位置 已經到 到了 總之簡單 告訴大家 慢洗 減速 因為我們要轉右手邊 很多絲帶 不過不關我的事 OK 轉入山徑路段 然後到山頂 大概400多米 距離 我們一直走 這條是大路 中間有些分支路 可以上去的 我所說的分支路 出現了 左右兩邊都OK 左邊想斜一點 右邊的屏門 尺一點 還有長一點 距離 這次和大家選擇右手邊 一直走 看到右手邊出現過 叫你不要開肯土地的牌 之後是分岔路 不要到右手邊 右手邊是上清潭水塘的方向 落山方向 左手邊沒有下去 就是鱷魚潮天的頂 好,來到559的鱷魚潮天 哪個位置看鱷魚呢 現在告訴大家 看看天色多漂亮 來到這個位置 記得打卡 都是那句 在這裡打OK 不用爬上去 我是不見爬上去 會不會DQ大家 不要說到這麼嚴重 不過無謂爬上去 在打卡 接著就可以離開 現在不如試一下 沿著頂那邊走 反應也是 再試一條路給大家看看 山頂的位置很舒服 好風 我們看見大霧山的方向 下面一層山仔 就是鱷魚潮天 我們要過去 不過我不建議大家 因為地道上有路 但是落到 你直到低下 才再上一上一下 有難度 我亦都有沒有走過 我好像有走過 但是 人人之中不是一條很走的路 所以我們選擇 在這個風火遼望台那邊 另一條小山徑 在這個位置 OK 就落到剛才那一條的石屎路 即石屎路 再給大家看看 這邊相對於剛才上來的路段 雷雞 很明顯 直斜少 但又未至於不可以處理 自己看 適不適合 另一邊可以再上山的位置 這些路地圖上 都是沒有顯示的 慢慢走走走走 又多一條出來 多一條 好了 沒想到這麼快出來了 這邊的確是短很多 快很多 也不算太崎嶇 可以考慮的 出回去 我們的石屎林徑 出回來之後 見到石屎路 我們沿著左邊沿路出回去 出回來石屎路之後 去到這個滷牛嶺的山頂 大概是兩公里多的距離 前部分就是石屎路 之後會轉入黃土泥路的路段 最精彩就是上滷牛嶺 大概是300米左右的上山路段 好 來回剛才我們下來的路口 我們剛剛就在這個路口轉出 好了 走平溫的路段 我不選擇跑了 跟大家聊聊聊 這個活動 剛才說了 要做時間 又要走什麼路 始終是一個比拼的角度 雖然我覺得 目的都是自我挑戰 自我比拼 但始終舉行的活動 都是有一些先先後後的排名 感覺會開心一點的 希望鼓勵大家盡力去做的時間 前些的位置都會安排一些小禮品 我又不敢說非常豐富 鼓勵大家去挑戰下目標 但我不太細緻去分 沒有太多年齡組別 總之就是三個的陶情 再分男女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自己覺得年齡都是一個死數 你有本事的 其實你是可以挑戰到很多 你認為年輕小子 你都可以贏他 那當然 始終人的體能有個限度 但是 我覺得 都不是太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盡力去做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完了比賽之後 只要你完成 沒有違規的話 你就有一件完賽的風衣 告訴別人 你是完成了挑戰大武山 十二個山峰的 無論你是一打 半打 還是半半 都有 這個才是給自己的 怎麼說呢 一個獎勵 坦白說 一場活動 贏的通常只有一個 兩個 三個 我希望到最終 我會籌備到多些小禮品 去到後些的名次都有 純粹給大家一個鼓勵 而玩活動 通常除了我們參考它的路線之外 純粹也很重要 對吧? 不如我講一下我這個活動 我準備了什麼純粹給大家 我希望讓大家感覺到 是物有所值的 最物有所值的 當然是構思了一個活動 讓大家一個平台去玩 這條路線 雖然沒有特定的路線 但是沿途的山的位置 都是經過我悉心去考慮 去讀出來 而除了這個大摩一打之外 我希望一年裡面 都會陸續有一些挑戰 給大家做一個延續 希望做到一個 就是一個年度性的 自我挑戰的平台 給大家去推動自己 那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選手包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始終活動 最重要都是路線 除此之外 一塊號碼布 這塊號碼布裡面 會提供了一些指控 優惠給大家 陸續我還在爭取一些 現在最基本的 會有越跑士多的八折優惠 和Poly對際衣服的九折優惠 只要拿著號碼布 在限時之內 就可以用一個優惠價去訂購 而說這件Poly衣服 不要誤會 這件不是最終的設計 這件只是他們本身的一件 Team T來的 給我譬如說 試一下質地 可不可以去分享給大家 我自己的活動 那件衣服 基本上還是 後期製作當中 因為始終我 一行不做一做 我想做到 是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雖然我不是讀 設計出身 但是我 給了一些構思 在買衣服裡面 這些元素出現了 希望盡線到尾 做到最好 給多一點時間 或者給圖 給大家看著 而這件的加購衣服 基本上 我會用Live Viva 打招呼的名義 去做了幾款 給大家選擇 因為始終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隊的 Team T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Live Viva的名字 一個對生命 有些熱血的感覺 的名字 你覺得OK的話 大家 加入這個Team T 一起穿出去 開心一下 OK 如果你本身自己有一班朋友 想一起做的話 他的訂製的門檻 都不太高 10套 上裝 10套 你當成是10套 就已經可以做了 我不小 價錢 我看過 就大概 跟香港一些名牌 做Team T 差不多 但是他是真的 在法國那邊做 和設計 就是你給了你的想法 他就幫你做設計 OK 香港有公司幫你溝通 不用直接跟法國那邊聊 不用懂法文 與此同時 如果你加入你的活動 你有抵抗 應該更便宜 香港慣常做的名牌 會便宜一點 我自己試過的質量 我覺得是OK的 除了紀念T 和這個原菜風褲之外 我現在戴著這頂帽子 和將會有一個運動口罩 一條很漂亮的頭巾 不是這條 是另外一個設計 還有一對防曬的手袖 都是選手包裏面 跟給大家的小禮品 與此同時 我當然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贊助商的支持 我拍片 就是我又喝開結束一部 有些產品給我們 跟選手包裏給大家 可以了 但是平平平無奇的石屎路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近期我玩雷里的比賽 或者跟B隊走這個 虎敲石河 這個鳳冠南北 那些很崎嶇難的路 我都是選擇了穿它 其實都是同一概念 我這裡是第二隊 就是 我自己介紹給人之前 我都自己試過覺得OK 才選擇給人 那這個牌子 是我順利的牌子 所以我覺得是 多謝他們的支持 也都我覺得是值得支持 所以很開心 在選手包裏面 會出現到他們的QBO 如果你跑得快的話 其中一個名次獎品 會有一雙鞋 看似不進的路段 其實這裡是寫著 全錦自然教育 我們在這裡屈進去 我進來之後 會見到一個直升機瓶 直升機瓶 旁邊有一些 B式的扶手欄杆 我們回到山徑 就是扶手欄杆的旁邊入 這個滷牛嶺 我記得我拍過一次影片 而令我最深刻的是 我被孖仔笑 因為我影片裡 只是可能說錯過 牛滷嶺 接著他見了我 一段時間 滷牛嶺 牛滷嶺 經常笑我 而我們去這個滷牛嶺 入山位置的路口 就是這裡 很難認是不是 到你認住 H 頂部 對著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入山的路口 要爬過欄杆 跨過欄杆之後 的路段是這樣的 道路都很清晰 對不對 一段仔 就會落到另一個 十字路口 位置 這段落花 剛才我所說的十字路口 距離大概是 二百四米左右 其實也是做一個方法 不是這段路的 因為在網頁上 我分享給大家 綿耳路線 其實我不是選擇 走這個物理浩徑的 我就沿著山徑 過的 即是早一點入山徑 相對來說 那段落得沒有那麼斜 相對要平衡一點 但還是那句 我希望給大家多個選擇 大家有些朋友 可能喜歡走多些石屎路 覺得做時間 會跑好些 那就拍這條路給大家看 二百多三百米 不夠的距離 來到這個重要的十字路口 位置 先描述一下 好 來到這個位置 先描述一下 我們在這個單車 不准駛入的牌 下來的 要認住 因為我們一會在這裏上去 如果不想走回頭路 剛才我們應該 就在這裏上來的 就是說 剛才我們有兩個選擇 一下就 好像剛才我這樣走 經物流徑九段 不敢走 一下就在某一個位置 早一點的時間 就左轉入山徑 下一段山徑 然後上這裏出來 這樣也不太難走 純粹是給大家一個選擇 拍片選一條二的石屎路 給大家 而我們現在就沿著這個牌 這裏上去 OK 是這裏 中間這裏 OK 在這裏上去 這裏就叫做 甲龍林徑 這裏就叫做 現在都說一說 我計算這個大霧一 打下十二個山裏 那裏 所有路線我都走過了 而也都令我最關心 究竟下不下這個山 那個山 那個山最關心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其實它不是難 因為那些草山 比較密射 怕季節性的影響 會差點 但是最終我覺得 要做一個挑戰 一定要有少少難 才能達到多多趣的效果 對不對 所以 也都這樣說 它純粹是難 你知道很危險 只要你小心點 慢慢走就OK 當然難與不難 就看你的能力到哪裡 可能你覺得 對著你說廢話 小彩一碟 你可能是這樣想 但真的有些人可能覺得難 所以 謹慎些廟話是需要的 現在由這裏上去 讓大家看看 上去的時間 有條黃色絲帶 這裡也有個牌 我也不騙大家 它也建議遠足人士請募進入 但這些是溫馨提示 又不是法例 那你自己衡量 條路也很闊 是不是 跟剛才的分別都不太大 是不是 這個預期好 好 給大家多一些畫面 畢竟都是12個山裡面 感覺上 冷滿些少一個 有些朋友 可能沒聽過 所以拍多一點點 也是因為我挑選這個山的原因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新鮮感 不要走來走去都是那些 當然走來走去那些是有個原因 都是骨幹的路段 不但以外都做了一些新鮮感 給大家 對吧 這裡又 剛才那個 還要分岔路口 上到鹿牛嶺的頂 都是230米距離 來到鏡頭前面的位置 大概走了一半左右 整段路 和大家鏡頭看不到的情況 都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大變化 也都不算真的很 插手插腳 你看看 當你看到那個攀升幅 微微放緩一點的時間 即是開始沒有那麼扯的時間 距離的頂位大約 四五十米距離 不過要留意一下 很多矮樹 怕會撞頭 長得高的這些都撞到 小心點 一直向前走 看到沿途都有一些絲帶 還綁了很多條不同顏色 我們上頂打卡要求很簡單 過了三條絲帶之後 來到頂屏門的位置 有個石堆 我記得 沒錯 出現 標高柱就沒有了 這裡有一塊這樣的石 在這塊石打卡就可以了 打完卡之後 在這個石網過去 還有路可以繼續直去 落到上村那邊的方向 不過我們不要去那邊了 本來想到每個頂位 都放轉飛機打個回合 但是這裡的密的實在太重要了 飛不了 打完卡之後 離開這個位置 沿路上沿沿路下 這一段初頭 規劃路線的時間 比較擔心路段 一來到這個位置 都覺得是OK的 放核心頭大石之餘 都分享剛才的路段 雖然你說沒有既定路線 但有些其實都不能給你 點大變化 因為都是 差不多要定義的一條路 例如在蓮花山方校 去到蓮花山 去到蓮花山 基本上那條是正頭正路 我不知道你怎麼變成另一條路 然後蓮花山方校 去到鱷魚潮天 基本上除了上鱷魚潮天 那段仔有兩條路 你選擇之外 都是FIX的路段 來的了 而滑牛嶺 去到十字路口 撇除了之前可以 所以這個 究竟行墨徑潭山徑 你有一間之外 來到這裏 過去這個花山頭 基本上都是 耿路一條的 除非你特地要繞遠了 你覺得 在這個龜徒再跑 你想跑多一點點 繞個圈 怎麼繞我也沒有限你 對吧 因為這個活動 我是沒有限大家的時間 只要大家一次完成 已經OK 因為說真的 我覺得限時依然不太大 你從來沒有試過的 你幾多個小時 都已經是一個挑戰成功 對吧 所以我不給大家這個框架 只要你一次過完成 如果你大墓 半半 即是分兩次的 就分兩次完成 這樣就已經OK了 好了 出來了 見回天日 這邊臨到 在這個 數數下 應該是六路分岔路口 的位置 我們完成之後 才來這個單車 不准駛上去的牌 在這裏再上回 200多米距離 去回直升機瓶那裏 左手邊 我剛才沒有描述到 那條路是可以 降低一點點 再接回這個全錦公路 但是 最直接去花山頭 是這條路的 不要想 好了 200多米的山徑距離 走完 又來回這個扶手欄杆 這次我們是左轉的 好 來到這個位置 這一段的反差 就比較大一點 剛才那裏 有一陣子寫著叫你 行山人士 不要上去 而現在這裏 就是一個 離開了直升機瓶 旁邊的位置 我們又接回一條很漂亮的山路 鋪了石春的路 幾級樓梯級之後 接回黃土泥路的山景 好看 通向這個花山頭的路段 漂亮 一條 聊聊 來到這裏 送花山頭 就是半達 OK 有些人想 大霧半達 是不是就是這半達 不是這麼簡單 幾個原因 首先 玩半半的話 這裏是一半的 可以先收工 之後再延續 另一半 而半達 就不是這條路線 為什麼 因為 第一 半程都是遇到一些 覺得自己 沒有能力去做 全程挑戰的時間 所以要有半程玩 所以希望的度數 都會遇到一點 這是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 就是既然是這樣 伸手來計 其實一開一棵 上去 石龍拱下花山方向 都甘甘地 所以就不選擇 在那裏起步了 而第三 原因 這個樓梯 都是比較密集一點 開頭 覺得那些路 簡單的路段 就飛了這些山頭 所以 半程的路程 是簡單很多 不過 OK 現在就10K 半程 就不會玩10K 那麼少 都要有15K 交下數 對不對 在連著這裏起步 連著這裏終點 放心 之後再介紹給大家 不是那麼難的 好 直行到這裏有個轉角位 我們下山就向右邊走 這裏有個33的樹木研習徑牌 但打卡的位置是直去的 這個標高柱位置 在這個位置裏面 但是 看一看 直去是好像有路 有些聽車聲 看回方向 前面就是全錦公路 不過 地圖上沒有顯示有路 這裏看上去 也不多過一條好路 我就不會選這裏下去了 我也不記得選這裏下去 原來剛才的分岔路口 是最快 最直接的方法 出來之後 我們轉左邊 沿著這個漂亮樓梯級 一直走 就會接到這個全錦公路的旁邊 然後我們就安全地橫過馬路 就去廉者的方向 再補給 如果半半的話 去到那裏就 暫時完了第一天的活動 如果是全程的話 就補給完之後 再繼續上和堂崗的方向 原來梯級之後 會見到一些分岔路 這裏又不讓單車走 這些都是樹木演習經 我們沿著最外的一條 最左手的一條 看到這裏有個牌 我們會沿著這裏 出回去 看到馬路邊的方向 好 出來了馬路邊 看到沒有車 就立刻都扮過馬路了 沿著巴士站的方向走 下來馬路邊 就帶回口罩 我相信短期內 口罩都會和我們共同生活 一定時間 所以選手包裏 我都準備了一個口罩 這些口罩並不是一些意外口罩 但一時做運動 防一塵 都是OK的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給大家 看到巴士站 我們上連者 位置巴士站後面的山徑 這段路很有趣 當你上了之後 又會落一段 又會去馬路邊 直走到這個位置都可以 但我每次都不記得 總之我從那邊來 就到巴士站上 在這邊就到這邊下 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梯級上 看到連者 當然要找他吃些小東西 我們的活動 有一張美食券 給大家 Hello Hello 我記得你跟我說 你設了五個餐 給我們選擇 是啊 我想要豆漿 和燒賣 那個餐 OK 來到這裡 只要養一張券 給一連者 他就會提供五份 給你選擇 一個美食 OK 來到這裡 有五個餐 五個餐 就看看你們喜歡 適合什麼 有冰菠蘿餐 有罐裝可樂餐 有水凍樂餐 好像有啤酒 有一個無酒精的啤酒餐 無酒精的 為什麼不可以酒精 玩比賽 不要喝酒 是啊 無酒精都可以享受一下 酒精啤酒的味道 好享受 還有另外一個是豆漿 有一個豆漿 豆漿餐 很棒的 總之就是人見人外 好像你這樣 哈哈 其實呢 當我打算搞這個活動的時間 在大帽山 就一定要找到連者 有時候我覺得 是有些要互相支持 不是我支持連者 是我連者支持我 就是 我覺得來到這裡 補給吃些小東西 怎樣都需要 是不是 大帽山精神 是啊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相互相成 來到大帽山這裡 就是一個大家庭 總之就是大家支持大家 最重要就是說 我和連者合好了 如果來到這個位置 你死下死下 他見到你死下死下 他就會跟你說 爹爹加油 OK 大家加油 支持一下這個比賽 OK 記得你要帶一張券來 否則連者 是不會換給你的 但是其實那張券 吃完了之外 你也要買水 感覺一下 才可以繼續比拼 最重要是 感覺到水 買到適合自己吃的東西 沒錯 你因為還要再走 對啊 我們全程的路程 是三十K不夠 來到這裡 也是十K鬆一點 補給完才繼續 下一個路程 這樣才有氣有力玩 對吧 是啊 大家加油 加油 支持這個比賽 我現在吃燒買 喝豆漿 好了 補給完之後 離開連者的位置 上和堂崗 說句老實 為什麼我有時候 會用良心商店 去形容一些店 正確說 定價很離譜 現在連者這套小食 都是二十多元 但是我試過去一些地方 買一支豆漿 都二十五元 如果是荒山野嶺 要擔水 不能說 車道 人道 送到貨道 二十五元一支豆漿 十二元一罐可樂 現在在連者買一支豆漿 吃幾粒燒賣 都是二十五六元 為什麼有些店鋪 我們會支持 有些光顧就算 就是這樣 原本想將這個活動 一條片的收藏給大家 但實在太長了 大武一達 來到這裡 吃了一半 打後下來的六個山峰 路況更加多變化 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發揮的路段 下條片再看看 下條片